而卢州保鲜里有一间福寿宫 隐身在小巷弄里 虽然面积不算大 但是却历史悠久 已经存在超过有200年的历史 根据地方人士的说法 福寿宫供奉的土地宫经常显灵 另外供奉的天上圣母 也是信众相当重要的心灵的寄托 走进这条超小巷弄里 会意外发现有间宫庙 看似不起眼 但其实已经存在200多年 心里不好睡 还是说小孩没有那些都会 我们这个妈祖 这样妈祖 虽然说来到这里是很久 所以我们是这个地方的 因为主要 虽然说这个 好像要在做义生 不只天上圣母相当灵验 庙里另一位主寺神服的镇神 也有不少显灵事迹 只要是卢州在地人 都会知道这间庙 而虽然庙之前 从大马路边移到小巷子里 但来拜拜的人还是很多 因为我们中正路就 绿属于比较私人地 农地比较多 一些年轻人也都外出 那剩下一些 比较年老的人都住在这边 一直很用心地在 处理这个庙 也是很用心 要给它发扬光大 像我们到月十八 若州大拜拜 我们保守庄 绝对都是会落井的 地方中央庙宇 不大间又在小巷弄里 外地人如果深入了解 会发现小地方也有大惊喜 值得一访 既久不让给你驱逐桌 从不到